《黄龙三郊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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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坐一下 《黄龙三郊水》 《黄龙三郊水》 是这样的 一个是靠锻炼这个腰的带动全身的旋转 另外就是隐进结合 一隐一进 而且一隐一进当中 有弱样的劲儿 要配合上 大家看 先捧 预收先捧 捧过来 捧这儿了 下边腿收回来 上面再加引劲 继续引他 然后下边 插当 套腿都可以 然后踏挡跟 队长不要丢了 踏挡跟 再走上弧 走呢 往里合 脚往里扣着 往里打 然后再回来 这是一个 连着坐 三次 左右黄龙六次 扭过来 大家看这个劲道 这个劲道 又是这样子 欲收 欲引 先给 欲要先给 先捧 先捧 再引 先捧再引 上边引 下边收腿 引进来 引到这个程度以后 继续往下引他 这个呢 上边引 下边收腿插进去 这个腿要在前面的话 我就可以套他 也可以插他 这引进来以后 刘若是套他 往回走的时候 大家注意这个地方 我反拿他 这个脚后边扮他 不是 那脚前面的话 扮成那个腿 就扮成这个腿 这个上边 往右引化他 这个呢 肘 往里喝他 肘 往里喝他 肘 往里喝他 肘 往左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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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左� 这样的话呢,正好我是走往里河,走往里河。 捧了以后,就是河进来以后,就走,大家看,它进来越多越好。 我这儿,所以这个往回走的时候,走一定要往里河。 下边,就走往里河。 脚呢?板。 脚板。 脚板,就是捧了以后,刚才按这个动作, 按刚这个动作,他进来的话,这个呢,和他这个动作。 这样,下边半,下边走走。 这个才算可以。 所以呢,这个呢,在里环,他插着来了, 他喽喽抱着我这手,这手走这个劲最好。 做合他这个劲。 下边腿半,下边走往里河。 就是先捧,捧的时候撤。 撤的位置走的幅度大一点,脚往后撤。 往里河,就往里河。 这个继续引,下边插进去。 他说,眼睛一边看这个方向。 这个劲他的时候,右手往外劲,左脚,上、中、下三盘。 你看,右手,上、中、下。 这三盘,同时进去。 这三盘。 回来呢,是回来脚往后撤。 这个样子说,这个走往里河。 这个走往里河。 走一边河。 手呢,按全势的要求呢, 打低夹子的话,就要求手落在膝盖外侧。 左往里河。 这个在这儿。 就插着腰里来。 再捧。 再捧。 再插当。 再进。 大家注意这个地方。 肩靠。 肘。 手。 跨。 这些进,都给他。 都使他。 回来。 这是一个左右的一引一进的摔法。 上横下撤。 下边进,上边引。 画打结合,上下配合。 这是黄龙三小水。 黄龙三小水。 黄龙三小水完了以后呢, 这个是左灯脚右灯脚。 这和一路里边一样。 这我就不左灯脚往里面转过身来右灯脚。 往里面还给划沿着洪吹。 这就跟前面的通路一样,我就不再讲了。 就是下路严重腿接。 扫藏腿。 这个新世子。 这扫藏腿呢, 是上和下扫。 是这样的一件。 所以对方, 我打他, 他唐王队拳。 唐王队拳呢,我往这儿捧他。 往这儿里。 他唐王队拳,好。 我顺他的字,往这儿捧他。 这儿捧, 这儿合。 就把他上盘合住。 下盘扫他。 下盘扳他。 上和下开。 又是开和降雨。 这个圈就是, 化打结合,开和降雨。 这核子。 这走到核子上。 这核子中线。 下面扫。 这一转呢, 要求450度。 就是从这儿, 一下扫到这个方向来。 扫这个方向来。 本来从这个方向来, 最后扫一圈, 转到这个方向来。 本来转到这儿是360度。 转到这儿, 加90度。 450度。 就是锻炼腰的螺旋肌。 所以, 咱们懂得这个圈的姿势以后, 不是单纯练手练腿的。 重点, 练胸腰。 所以, 打拳不练腰, 终九意不高。 太极腰, 太极腰, 必须重点放在胸腰的变化上。 所以, 这个扫上腿就是, 又练了腿, 又练了腰。 而重点是腰带。 腰带的腿, 一下转过来。 因为这个地毯不太滑, 要滑到一下转过来, 一下扫过来。 这是扫上腿。 好, 我们刚才讲完扫上腿。 扫上腿后边呢, 是接这个严重吹, 跟前面一样。 严重吹完以后, 接左冲, 右冲, 这两个词。 我把这两个词给大家讲一下。 严重吹。 这个左冲, 右冲呢, 主要是锻炼开河, 尽力的开河。 又是欲给先要, 欲盆,欲收先盆, 欲放先收。 着实练这些词。 先盆, 先言容就完了, 先盆出去, 盆出去, 右拳盆住, 左拳跟着眼往往盆。 盆之后, 走下回收过来, 先调整一下方位。 转过来, 轮起来, 再砸下来, 调整一下方位。 原理上是这样, 调整到这个方位。 准备打左冲, 右冲的时候调整到这个方位。 来看, 盆收到负钱, 然后再轮起来, 轮起来, 上来, 再砸下来, 轮起来, 打砸下来, 下来就往下沉, 腰胯都往下沉。 然后再往前上盆, 就是刚刚说的, 欲收先, 先往前盆, 欲收先开, 欲盒先开, 欲收先盆, 然后盆了以后收回来, 收到负钱。 俩全收的时候, 我从大家看, 收的时候一定要付钱, 收到负钱, 俩轮捧起来, 不要这样收。 俩轮捧起来, 全收, 走捧。 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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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左筒是刚才修整的方位, 就在原地, 正脚发进, 收的时候走下河, 发进的时候走上河, 发进的时候走上河, 好像说, 全收到负钱, 从口里吐出去一样, 从这儿, 发进的时候, 右拳裂偏钱, 左拳裂偏离, 这是左冲, 右冲呢, 就再挑进一下方位, 挑进一下方位, 往右旁, 再往下, 越往右前旁, 收过来以后, 再挑对方位, 挑进到这个斜角, 然后再旁, 收进来, 收到负钱, 从右走一个上湖, 从口里吐出去, 从口里吐出去, 走一个上湖, 这样出去, 就是一隐一进, 他推我, 我引进来, 让他落空了, 然后我抨起来, 再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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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进的方位就是锻炼, 左侧右侧, 两种方法, 就是在收的时候, 一定收腹, 吸气, 松胯, 提刚, 踏腰, 把这个, 这是个蓄劲, 收就是个蓄劲, 又是个引劲, 又是个画劲, 然后再放, 再放, 所以这个拳呢, 大家练的时候一定, 把蓄, 把蓄和放和发, 这两个, 这个两个环节, 把它很好的配合, 所以这个拳有快有慢, 快慢相间, 一般的蓄劲稍慢一点, 发劲也快一点, 而且呢, 所有动作都走这个, 螺圈的弧线, 肥圆即糊, 像这个, 伸下来, 打出去, 正好是一个圆圈, 走弧线, 另外这这边体验, 欲要先给, 欲给先要, 准备让他身子往前摘, 先给蓬他, 他加大力, 然后让他身子往前请, 身子往前请了, 然后我就往前打他, 这种折叠劲, 就刚前面还讲的几个特点, 在每个式子里边, 都让他体验出来, 是左冲右冲, 下面倒叉, 倒叉这个式子呢, 是断两忽开忽合, 速开速合, 就是我打这个劲以后, 这个, 有一个开, 一个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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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抓住我了, 抓住我了, 先开, 先, 他抓得越解越好, 他说, 腕子在抓, 这个腕子说, 正开, 开肯定要弹那, 他赶紧扛我这个手, 能拿这个手回来, 这个赶紧进去, 下边的耳机加细, 这个拳就是这样, 开, 合, 加细, 两开两合, 下面开, 然后插那个合, 这个倒叉呢, 这个倒叉呢, 就是, 就是要, 速度要快点, 开, 开胸, 然后, 盒子又提起来, 这个往里兜, 这个往下插, 这样就合进, 加细, 锁都又插, 提又吸, 然后呢, 插进去, 插进去, 再注意, 这个肘一定捧起来, 这肘一定捧起来, 这个肘一定捧起来, 这肘可以打它, 胸部打到内部, 都可以, 这个肘又捧起来, 全沉着腹前, 开, 这个呢, 又是这个, 这儿沉了, 这个可以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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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是一样, 你这个时候, 按我这个比较, 我这也下去, 我这也可以打它, 所以呢, 又是这个, 两开两合, 上边开合, 下边开合, 这个肘呢, 就是倒叉呢, 是这样配复的, 倒叉完了以后, 又是严重推, 第六个严重推, 二路里边一共六个严重推, 最后一个严重推, 严重推完了以后, 接, 多二轰, 多二轰一, 多二轰二, 严重推完了以后, 后边有情况, 这边有情况, 这边有情况, 这边有情况的话呢, 先捧, 先一个捧进, 先加一个捧进, 先加一个捧进, 然后呢, 我接它, 接不来这个手, 接它这个手, 这个手, 这个从下方兜过去, 这个脚从这儿绊过来, 大家看, 这个动作就是这样, 开, 肩靠, 走横, 正腿后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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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扣脚, 转体, 兜过来, 兜过来, 从下方兜过来, 一样, 打过来兜过来, 这兜过来, 跟下方打一样, 从这个打开, 就是先捧开, 捧开, 掌也可以, 拳头扫开, 扣脚, 转体这个脚, 拔, 这个兜, 这个盒, 又是一隐一进, 又是一隐一进, 打出去, 是吧, 它就躺这个拳, 躺这个拳的时候, 这个拳我就收回来, 打这个, 过来以后, 又一个开河, 打出去, 打上去, 这是小臂腾, 打它内部, 打它内部, 下边第二段, 又是, 又走一个开河, 它又来, 又加一个彭讯, 又加一个开河, 又加一个河, 然后, 打出去, 另外这里边大家注意点, 转过来以后, 这个地方, 这个圈, 你要把它走圆了, 不要这么直来直去, 走圆了, 河, 河里头从下边, 打出去, 这个呢, 下面这个呢, 往这走的时候呢, 这脚呢, 往后蹬一下, 往后蹬一下, 再往前摆, 为什么? 韩信的道理, 御前前后, 御左前右, 有折叠劲, 你往后蹬一下, 地的反作用力, 给你这个, 腿的力量, 就更大, 往前踢走就更大, 所以呢, 这段大家注意, 开河以后, 就脚往后蹬一下, 然后, 再摆过来, 下面, 然后, 这个银, 这个打, 这个脚, 这个脚, 蹬上去, 然后合住, 合住以后, 他抓, 探红这个手, 然后再打这个, 打这个, 上一个小步, 再打, 发尽, 这个手往这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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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环也可以, 底环也可以, 这是, 多儿鸿, 这个脚, 全往后, 这边往前打, 先往后蹬, 脚先往后蹬, 再往前蹬, 脚是这样, 脚跟, 突出脚跟在地上, 蹬出去, 这儿, 这儿合住, 合住之后, 再先给他一个棚子, 棚子再合, 然后, 再打出去, 下面呢, 接着一个新式的莲珠炮, 多儿鸿后边, 这些莲珠炮, 莲珠炮这三个动作呢, 比较简单, 但是呢, 需要周身的力量相配合, 多儿鸿完了以后, 是吧, 莲珠炮着势, 两个拳击打一个目标, 但是要缠绕着进攻, 一二三, 左拳顺弹出去, 右拳逆弹出去, 回来, 左拳再顺弹出去, 一二三, 这三个拳要打一个点, 鸡打一个点, 这是一个, 再就是呢, 一定要缠绕着走, 这里边, 又含有解脱, 又含有禁击, 两重含义, 如果对方抓住一个手的话, 刚才就抓住一个手的话, 我用这个手解脱他, 那个手抓住他, 用这个手解脱他, 他抓这个手的话, 那时候抓这个手的话, 你再抓那个手, 我又解脱他, 连解脱, 再缠绕, 再击打他, 击打他, 所以这个一定要快, 另外呢, 还有重要的一点, 一定要全身配合, 不能光耍这两个胳膊, 这不行, 一定全身, 全身配合, 咬胸腰, 配合, 要快, 速度要快, 一个速度要快, 一个要缠绕, 一个击打一个目标, 一个凶腰, 连当骨也好, 下肢也好, 都要配合, 配合正宜, 把全身的力量配合在这个拳上去, 拳又可以进击, 又可以解脱, 又可以反, 这个, 在, 在, 螺线当中, 把两个拳呢, 交替, 一个目标, 击打的又是一个目标, 这要求呢, 凶腰, 虽然上面重度不大, 但是立即是要, 配合上, 和这里, 配上, 旋转的, 开左胸开右胸, 左转右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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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连珠炮呢, 主要锻炼, 这样一种力量, 这样的劲道, 这样的劲道, 嗯, 像连珠炮完了以后, 是, 运穿梭, 和回头当门炮, 连着两个, 一个向左, 一个向右, 一个向前, 一个向东, 一个向西, 啊, 就是, 这个, 啊, 叫旋体, 脱胜法, 也叫呢, 螺旋, 打钳, 打钳, 然后呢, 旋转到后边, 打钳, 激后, 对付前面, 转过身来以后, 打到后, 啊, 又是呢, 一种冲突冲围, 啊, 脱身的一种方法, 他全, 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这六个部位都要发进, 啊, 就是, 肩, 肘, 肘, 腰, 胯, 背, 脚, 啊, 大家看, 这个, 这个, 提右膝, 收右拳, 啊, 先冲右拳, 然后索的同时, 两个拳都过去, 冲出去以后, 转过来, 再加一个膨颈, 回来, 就是回救大风炮, 打, 转到他后边, 打他后边, 啊, 啊, 这个跟那个左冲右冲的点一样, 啊, 就是转身, 完了以后, 又收回来, 这个拳, 啊, 又收这个锡, 啊, 又又是冲, 啊, 冲这个拳, 又冲出去, 转过来, 又捧一下, 又回来, 又回来, 啊, 这个就是, 对方呢, 啊, 像他这一轮进攻以后, 他闪开了, 然后呢, 我转到后边来, 然后呢, 再进攻他, 啊, 啊, 也有含有, 重出重围的, 啊, 这样一种含义, 啊, 这左冲右,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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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梭, 啊, 运穿梭, 回头当幕后, 两个式子, 啊, 但是左右做两次, 啊, 这个呢, 啊, 啊, 就是, 打前, 转后, 啊, 打前击后, 啊, 旋转, 拖, 也是拖身法, 啊, 再, 再冲, 刚才说的六个劲, 啊, 全冲, 啊, 走肌, 肩铐, 背铐, 是吧, 膝, 膝盖肌, 加上脚, 蹬, 上部的蹬, 啊, 这六个力量配合上, 冲出重围, 也叫,啊, 一种快速的脱身法, 啊, 所以这个左冲右冲呢, 基本上是这样的, 下面呢, 接一个, 啊, 第二个撇身锤, 啊, 就是这个连接动作, 啊, 跟撇身锤这样, 发进动作的前面一样, 跟第一个撇身锤一样, 啊, 这个我就不再重复了, 如果撇身锤后边, 啊, 接着三个肘, 这个很重要, 把这三个肘, 大家啊, 啊, 好体会一下, 这个, 这个, 回头当步跑最后, 啊, 这个回头当步跑完以后, 最后呢是,啊, 是, 啊, 是, 先, 这个, 这边有力呢, 先, 引过来, 啊, 这边冲过来, 先引过来, 走一个下驴, 啊, 他往回撤, 走一个, 就走一个裂进, 啊, 走一个裂进, 走一个裂进, 然后呢, 上步,啊, 这次开下又上步, 开又胸, 走这个, 上步, 走这个,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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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啊, 先驴, 啊, 先驴, 驴了以后呢, 走这个, 啊, 先驴过来以后, 啊, 啊, 走一个这样一个裂, 再往这儿裂他,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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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这个步,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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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紧, 啊, 把我这儿打他, 啊, 所以这个就是下边呢, 腿要拌他, 下边腿拌他, 这个手呢, 合住他, 啊, 啊, 打过来要合住他, 合他这儿合住他, 这儿, 这个, 这个, 啊, 所以他呢, 把他跟节拌倒了,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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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篮轴, 在第一个动作, 下边再一个动作呢, 应该是这样, 从这个方向, 是吧, 就说我, 啊, 另外一个, 对方, 另外一个, 教授这个人, 按我这儿两个币,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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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按我两个币, 做了多少钱, 嗯, 啊, 那两个币的话呢, 啊, 我就是先给他, 先给他往上捧, 啊, 上边盆, 下边提膝, 啊, 啊, 提膝, 可以插当, 插当, 是吧, 插进去以后, 再下沉, 大家看, 这个走, 给他这个走,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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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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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两个小臂抓住, 捧起来, 把我两个小臂, 啊, 这是捧起来的, 捧起来是空的, 啊, 啊, 捧起来, 下面是横, 下面是提膝, 然后插当, 啊, 这两个手合住, 走一个横, 这个横走, 打在这里, 啊, 啊, 这个劲呢, 练习的时候, 会轻易地发, 用打这个, 啊, 发, 这样一个劲, 发进去后, 快, 啊, 这是横, 横走, 啊, 提拳以后, 哈, 插当, 提膝, 插当, 根部, 顿部, 发劲, 这腰蓝肘就是, 从撇身处移到腰蓝肘, 这几个动作, 这个手呢, 和这个腕子呢, 合成一个力量, 啊, 不是光发这个肘劲, 这个手也给它, 加在劲了, 两个手的力量, 打在它内部, 内部, 胸部, 啊, 腰部, 啊, 这是, 另外一点, 刚才讲的, 上面又是周身配合, 这儿走了, 这儿还有, 这儿还有胯, 还有胯, 是吧, 如果插在里边, 在外边也可以, 这腿还可以, 还可以, 还可以谈谈, 腿也可以谈谈, 右手, 每个动作, 都要想到周身配合, 说发肘, 不要光想到肘, 我全身这里, 左手, 怎么给它配合, 全身怎么, 腰都跟配合, 腿怎么配合, 都要想到, 啊, 三个拳就是强调, 太子拳整体劲, 周身一架, 一动无有不动, 内不动外不发, 腰不动手不发, 啊, 这是, 我的师爷, 制法科老先生讲的, 内不动外不发, 腰不动手不发, 啊,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整体劲, 谁来说的这个轴, 是全身力量配合的, 下面呢, 还有两个轴, 还有两个式子, 一个是, 顺暖轴, 一个穿心轴, 这个顺暖轴呢, 对付两侧, 啊, 如果后边, 右边左边有人抱, 有的话, 啊, 也是先捧起来, 啊, 捧起来以后, 啊, 走这样, 这样两个轴, 啊, 当然, 对付右侧也可以这样, 撑起来, 还是抓周两万, 捧起来, 捧起来, 然后呢, 走, 啊, 这个是半个拳, 这个是拳, 以右轴为主, 左轴为兵, 啊, 如果从后边抱过的话, 啊, 啊, 就是, 就是, 左, 右, 这样的方法, 加上, 夸打, 啊, 往上捧, 捧起来以后, 把膝提起来, 又插当, 这俩轴的时候, 略右, 左后, 右后, 正, 正, 啊, 嗯, 是, 顺然走, 下面一个字叫, 穿心走, 啊, 大家从这个名字可以考调, 他主要是, 对住对方的胸部, 啊, 对方的胸部, 啊, 啊, 对方抓住我以后, 啊, 啊, 下体系, 插当, 啊, 就是说, 他的肢子偏高, 越来越走, 这样走不行, 啊, 我走牛猫, 我肢子偏低, 他个高一点, 他胸部, 他身体越高一点, 我这儿合住以后呢, 啊, 啊, 这儿合住以后, 啊, 走的略高, 那基本上肩, 不要太高, 啊, 啊, 就撕下而上, 捧下了, 下来以后, 啊, 这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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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心手, 啊, 啊, 这个呢, 那个顺带手是开, 这个呢, 合在下面, 握,握在外, 又是刚才讲的, 俩手一个力量, 一力出来, 啊, 这时候, 这是, 穿心手, 啊, 所以, 这些动作呢, 跟前面一样, 啊, 力点, 对, 走, 是下而上, 挑, 挑, 啊, 下面一个, 是这叫, 窩底炮, 也叫, 窩里炮, 窩里炮, 啊, 就从上盘, 引到下盘以后, 再翻上去, 啊, 这个, 这个圈, 再看, 这个手的腰里来, 这个手的腹签来, 这个手的腹签来, 也还用, 然后这个手呢, 再往这儿引, 还引他, 再引他, 再往这儿引, 下边插进去, 然后, 这么东西, 倒下去, 你看,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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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来, 不来了, 趁他往回, 瞬他都回去, 啊, 啊, 就刚才说, 这个引的时候,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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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子下沉, 引到这儿以后, 他不来了, 走上, 翻上去, 打他头, 打他头,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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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就和他, 啊, 这儿,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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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想到三节,肩、肘、手、烧结、中结、根结,互相配合。 他按过中结的时候,烧结给他,打过烧结的时候,根结,就中结给他。 中结、烧结,他就抓了,肩靠。 都合作过来,用肩靠。 想到三节。 另外,这个饮的时候,这儿就包括了靠。 烧结饮、中结饮、根结靠。 打的时候,又是胸腰,又配合他。 这是窝底炮。 下面就是重复几个试子,然后收拾。 重复在窝底炮完了以后,踏上根便掌蝶,走京南之路。 踏上根,走蜂桃梅花。 然后走京南岛队,折腕。 船长,和,陈,提。 收的时候,又是大家注意,跟咱们讲一路说弦了。 船长,沾连,走一个平圈,腰胯配合。 腰胯带动。 然后捧开。 顺弹捧开,逆弹,下套。 手按,身子齐,又是有上有下。 然后再变顺禅,合同。 还原。 咱们的圈要善始善终。 收拾也不要马虎。 启示不能马虎,收拾也不要马虎。 这二路拳呢,就先讲到这儿。 前面呢,我把我的恩师陈道贵先生所密授的拆拳奖金。 一路拳,83式,二路拳,71式。 这两套拳的,尽道的分析和解说。 向大家做了一次辉报。 由于时间比较仓促。 本人呢,年始比较高。 所以呢,有些地方呢,讲得不是很细。 甚至有些地方可能有些讲得, 有些妥当的地方。 所以希望大家呢, 一方面参考我所讲的东西, 一方面有不妥当的地方, 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好在呢,有,原来根据陈兆奎老师所传授的, 授权的,我呢, 比较详细的笔记,整理的四本书。 大家可以做参考。 根据我接触和修炼太极拳, 这46年的时间。 我体会到,我有这两代宗师, 就陈发科,我的师爷,和陈兆奎老师, 这两代宗师所传的, 这套传统的,正宗的,老将,大将, 这个传统太极拳,有许多值得我们很好的专业的地方。 它,它不仅仅仅仅。 它既又是文化武术, 养生融为一体的一门学问 又是人生必须修炼的一门 养生的功课 所以我越练越喜欢这张拳 所以最后呢 我想把我炼这个拳的 一点体悟 怎么修炼好这张拳 本人的一些 粗浅的认识 最后向大家再讲一讲 我感觉练好这张拳 必须狠狠地抓住三个环节 修炼三层功夫 第一个环节 就是要认真地 按先师所传的拳谱 细抠拳谱 守规矩 因为它是传统拳 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 文化遗产 所以呢 我们要把这个拳练好 首先要认真地 按老师所传的拳谱 规规矩矩的大小动作 不要随便 偷工减料 随便改变 改变它的 这个动作也好 内涵也好 这是第一点 我的体会 就老老实实地 按全谱修炼 第二个环节呢 就是要认真地钻研 我们中国的传统哲学 阴阳哲学 前一段光明日报登了一篇文章 登了一版文章 它的标题就是 中国的智慧 在周易 周易的智慧 在和谐 那么太义权就是处处讲阴阳和谐 阴阳协调 不论在养生也好 防身应变也好 它的权力都体现了 阴阳哲理 所以要很好地钻研 我们中国的传统哲学 名权力 第一个我讲守规律 第二个是名权力 第三呢 就是保持它的武术本质 认真地钻研它的进道 也就是所谓懂进 就是王松岳讲的 为懂进而后才能接及神明 所以呢 我说修炼好像要抓住这三个环节 另外呢 就是追求的目标 是修炼三层功夫 第一道功夫 就是道德功夫 德成义乃利 这句古人的话 很好 就是你不修德 道德不好 拳打得再好 不论在什么地方 你要 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哪有问题 所以呢 首先呢 我们首要的 我们练这个拳等 我们这些 同道 或者我们的拳友 我们的朋友 都要认真的 修炼 道德 尊师 敬业 团结 同道 共同取舱不短 虚心的想必须 就像管子讲的 管众讲的 内静 外静 自己心态要虚心 平静 好好学习 对外 对任何人 都要尊敬 只要是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人民 我们各界的人 都要尊重 向大家学习 向各门各派的 长处学习 曲长不短 共同研究 弘扬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华民族这套 传统文化里边的贵宝 第二 就是修炼 武术功夫 因为泰拳的本质 毕竟是武术 它的防身应变的功能 我们不能忽视 所以 大家要 从这几个方面 一 坚持 认真的 持恒的 持久的练习 全家族 按这个传统学习的家族 按老师传统传统家族 能争取练低价族 身体素质 身体 体能允许的话 尽量练低价族 低价的好处 就是 刚才上面我讲的 不论是化也好 达也好 容也好 都需要 锻炼 低价族 当然是 根据体力 年龄 可以练中价子 可以练高价子 可以练一样 但是 重要的是 坚持 跪在坚持 持恒 又要认真 又要吃好 天天要坚持 我常讲 练拳像 每天吃三顿饭 练拳以后是四顿 这一顿饭就是打拳 所以我们大坚持 我们也不听 常年坚持 所以感觉呢 受益也就是坚持 第二呢 就修炼武术功夫的第二呢 就是要 钻研他的 刚才讲了 钻研他的 进道 钻研他的进道 这武术功夫 武术的 它根本就是 一个功夫房 但是太义拳的 武术功夫 首先大家知道 它是画自掌头 力争画敌为友 所以呢 大家呢 就要 通过 练习 一个是 从权力 从练习推手 当中呢 来逐渐体会 如何 化大结合 另外呢 再打下去 懂进之后 练单试 单试训练 把这试子里 每个全试子里边 比如说 你认为 比较最 最实用 最理想 你认为最合理的一些 一些尽力的变化 尽力的发挥 抽出来 单独练 单独练 你比如说 就说第一个试子吧 说谋试 精安装队 就是一个旅 可以练上步旅 可以练退步旅 另外旅的时候 监靠 有没有 各种劲道 能配合 没配合 就通过练单试 进一步修炼 它这个劲道 在刚刚说 练推手 练单试 练辅助功力训练 辅助功力训练 包括内容很多 成长贵老传统 很多 这个我们书里边 也介绍 另外也有光盘介绍 太极尺 太极竿子 太极球 白霸装 以及这个 还有这个 周深 周深大弹法 等等 各种辅助 通过这个 就加上 刚才我说的 第二道功夫 就是武术功夫 提高自己的 防身 应变的功能 第三道功夫呢 就是养身功夫 我们必须 养恋结合 当然喜欢它的 下午门恋 是对的 但是不对养生 也不行 因为养生的五大要素 除了运动 锻炼身体 包括这个全素 体育项目 包括这些 锻炼健身 这些体能的 一些锻炼方式 运动 另外呢 还有 高尚的情绪 情绪的稳定 情绪的乐观 再就是 饮食的平衡 再就是 劳逸结合 最后就是 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 健康的生活方式 不良的嗜好 不良的行为 把它解决 生活要有规律 生活规律 生活方式 就要健康 所以从这五个方面 包括我们 在坚持练 我们这套 比较珍贵的 太极拳 大家呢 会全面 得到 健身 养生的 这款的功夫 所以我觉得 这三道功夫 缺一不可 所以根据我们 前辈的 一些 我们一些 长辈也好 前辈也好 我们的一些 忠师也好 他们的总结的经验 也都包括这些内容 所以希望 我们这些 咱们一起 来 交谈 这套全的 我们这些朋友们 大家呢 认真 酸眼 刻苦实践 忠诚的继承 热情的 热忱的 弘扬他 造福人类 最后 祝大家 身心健康 医生平安 完了 谢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